欢迎回来 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控告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 前中共官员罗干违反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的诉疆案 历经8年 在今年4月下旬 阿根廷高等法院推翻原审法院一事不在里的结案理由 发回重审 当然著名人权律师认为 阿根廷诉疆案将普遍管辖原则 适用于重大违反人权的中共前领导人 以及中共官员身上意义重大 台湾高检署应该在受理法轮功人权案件时 适用该原则 阿根廷高等法院裁定诉疆案上诉成功 消息传到台湾 知名人权律师认为 判决确定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等 适用普遍管辖原则 在国际司法人权案件中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群体灭绝罪 普遍管辖原则是一个应该彻底坚守的原则 全球在为法轮功所破坏努力的历史上 一定是个重要的判决 这相当有勇气的 在中共的压力下可以做这样的决定 既然敢做这样的决定 有勇气做这样的决定 我们也预期 它应该也有同样的勇气 发出逮捕令的 期待阿根廷法院再次对江泽民 罗干迫害法轮功的原凶 发布国际逮捕令 宿江案遍及全球17个国家 邱航权律师说 西奔亚阿根廷不畏强权的案例在先 也能鼓舞其他国家正在进行的宿江案 最终将迫害法轮功的原凶 送上国际法庭受审 2009年起将近有10位 严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访台 遭台湾法轮功团体控告残害人群罪 赖宗强律师也认为 高检署因依照有普遍管辖原则精神的 残害人群治罪条例 受理法轮功人权的司法案件 中国的法院 中国的检察官 既然自己不追究 这个610办公室的犯行 就没有资格拒绝 国际间其他国家的法官 检察官根据普遍管辖原则 来追究这样的反人类罪 这个是国际公约所确认的原则 那在台湾依然 长期以来国际特赦组织 立出普遍管辖原则 应适用于种族灭绝罪 酷刑罪 反人类罪等6大罪名 法律专家普遍认为 阿根廷塑姜案在国际司法层级上 确立了普遍管辖原则的适用 足以作为其他国家法院 在审理严重违反国际人权的 类似案件时借鉴 以维护国际司法正义 新唐亚太电视 陈回要张之轩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